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21日 拜仁今夏无重金引员计划 听空体育记者Florian Plattenberg报道 到目前为止 拜仁还没有在今夏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计划 拜仁的重点是球队的连续性和稳定发展 球队阵容的核心框架已经在那里了 像去年夏天那样的大额明星签约是不可能的 并且一亿欧元的巨额转会交易也是不现实的 德国著名记者凡尔克此前表示 拜仁可能等到明年再签下哈利卡尼 同时热刺当然不是很想卖掉这位英格兰球星 对于南大王来说 如果管理层选择等待一年 而哈利卡尼在此期间不续约 那么2024年球队即可直接签下这名球员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